第3091章 用心险恶 这条幽龙 毕竟被镇压多年 就算以古魔的手段 恢复到神王巅峰 已经是极限了 暂时用用可以了 终究难堪大用 以后还是要换 古魔又嘀咕了一句 但是陆明已经十分满足了 以古魔现在的实力 有他相助 陆明很多事情办起来 要容易很多 古魔前辈 这一次前来 是有事找你帮忙 当下 陆明将暗兵足 九绝神经仪式说了一下 可以 到时你们出发的时候 通知我一生就行 古魔道 好 陆明点点头 按理说 这一次对付暗兵足 是用不上古魔这尊大高手的 但是陆明感觉 这一次恐怕不会那么简单 让古魔跟着 可以防万一 陆明告辞离去 然后向着冰魄族而去 来到冰魄族之后 陆明立刻受到了冰魄族 族长的接见 怎么样 陆明贤职 九绝神经有消息了吗 一见面 冰魄族族长就有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有了 陆明点点头 到 九绝神经 果然是在暗兵族那里 果真如此 我果然猜得没错 冰魄族族长眼睛一亮 不过 我在九绝天王府出了一点事 这一次 九绝天王府那边不会派人协助我们 想要我们自己解决暗兵族 夺回九绝神经 上交九绝天王府 陆明将九绝天王府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遍 当然 一些不该讲的 陆明自然一笔带过了 原来如此 冰魄族族长点点头 道 对付暗兵族 我冰魄族定会全力以赴 不过 说到这里 冰魄族族长成瘾了一下 不过什么 陆明问 这些年 我一直派人暗中盯着暗兵族 暗兵族就隐符在秦天心 欲一处颇为隐秘之地 这些年 暗兵族将那片区域 打造得像铁桶一般 坚不可摧 再加上暗兵族本身的实力也极强 但是我们冰魄族和空玄宗两大势力联手 恐怕很难灭掉暗兵族啊 就算能灭掉 自己也要损失惨重 冰魄族族长道 有些担忧 他并不是不知道暗兵族隐符在哪里 相反 他早就知道暗兵族隐符在哪里了 但为什么这么多年 冰魄族一直没有对暗兵族动手 灭掉暗兵族呢 那是因为实力不够 暗兵族在隐符之地 布下了重重大阵 且本身也高手如云 就算冰魄族整体实力更强 但是要灭掉暗兵族 恐怕自身实力也会大损 倒是反倒是让赤炎族有机可乘 这就是冰魄族一直没有对暗兵族动手的原因 现在 冰魄族族长心里 同样有这个担忧 放心 这件事关乎于道秦天心域的安危 其他势力 也不能置身事外 赤炎族 三大霸主等势力 都要派人出战 陆明道 要让他们派人出战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冰魄族族长叹息 兼派人去通知 他们若是不派人出战 道实在从长计议 陆明道 冰魄族族长点点头 如今之际 只能如此 当即 冰魄族族长派出一个个使者 前往各大势力 通知各大势力派高手出战 一起灭掉岸兵族 夺回九爵神经 宝秦天心域安危 而陆明 就在兵魄族等待起来 而此刻 各大势力之中 纷纷迎来了不速之客 不灭建宗 一处大厅之中 不灭建宗宗主 率领不灭建宗的高手 恭迎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 身穿金袍 立于大厅之中 背负双手 一脸傲然 明明只有天神静的修为 却一复不将不灭建宗宗主 这些神王放在眼里的模样 如果陆明在此 一定能看出 这个青年 乃是九爵天王府金家的人 见过九爵天王府使者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恭敬的 向金家青年行礼 不用多礼了 金家青年一挥手 道 直接说吧 我这一次来 是为了九爵神经一事 使者 九爵神经的期限 不是说一千年以后吗 现在时间还没到啊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脸色一变 听我说完 金家青年脸色一沉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不敢吭声了 你们擒天心欲 有个叫陆明的人 跑到我九爵天王府 调查九爵神经一事 金家青年道 陆明 听到这里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脸色又是一变 眼中闪过一缕杀鸡 这陆明 被他打听到九爵神经下落了 九爵神经 就在你们擒天心里一个叫暗兵族的种族手上 金家青年继续道 而不灭建宗宗主等人脸色再变露出意外之色 他们没想到 九爵神经 居然在暗兵族手上 但是 这个陆明 胆大包天 不无法记 在九爵天王府 得罪了大人物 所以这一次 九爵天王府派陆明回来 夺回九爵神经 但是 九爵天王府绝对不会派一人协助他 不过我估计 陆明会找你们擒天心欲本土施力协助他 夺回九爵神经 金家青年道 听完这些后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脸色变换不定 过了一会 不灭建宗宗主道 使者放心 我明白怎么做了 我不灭建宗 绝对不会出一兵一族去帮助陆明的 让他完不成任务 他以为 金家青年前来 是告诫他 让他不能派人帮助陆明 这正合他意 他本来就不想派人帮助陆明 不 不 金家青年摇头 道 我的意思是 你们非但要派 而且要高手进出 啊 这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有些疑惑了 难道 这个使者 是帮陆明的 不过接着 金家青年话音一转 眼中闪过一缕缕锋芒 道 你们要高手进出 等夺回九爵神经的时候 你们找机会出手 将陆明击杀 明白了吗 不灭建宗宗主等人心里一阵 终于明白金家青年的意思了 对方的意思是让他们假意配合 寻找机会 击杀陆明 对方的真正的目的 是要杀陆明 明白 使者放心 我等一定竭力出手 击杀陆明 不灭建宗宗主公身回答 眼中也含光连闪 第三千零九十二章 要杀陆明 这正和不灭建宗宗主之意啊 他时时刻刻都想着击杀陆明呢 这对他来说 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一次 不仅是你们 秦天心欲 但凡与陆明有过节的事例 都会参与其中 到时雷霆一击 陆明必死 金家青年到 眼中寒光连闪 这一次 金家 一人是家 秦家 派出了不少青年 来到秦天心欲 他们知道 几大士家的高手 肯定会被武家盯着 派高手直接前来秦天心欲杀陆明 显然不方便 毕竟要通过传颂大阵的 但是 几大士家神王靖之下的青年 武家就盯不住了 几大士家的青年 人数太多了 而且 这些青年时常在外面游历磨练 想去哪里 太轻松了 所以 几大士家派出一些青年前来秦天心欲 沟通和陆明有过节的势力 暗中击杀陆明 他们岂能让陆明轻易得到九绝神经 更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这就是当初金家家主等人退一步的原因 有这么多势力联手 陆明必死 不灭剑宗宗主道 嗯 他当然要死 还有 这一次我金家 还给你带来了赏赐 说着 金家青年手里出现了一个玉瓶 这是 不灭剑宗宗主疑惑 这里面 有一颗破王丹 你的修为 是神王三重八 你服下之后 短时间内 能让你的修为突破到神王四重 金家青年道 什么 能让我的修为突破到神王四重 不灭剑宗宗主惊呼一声 然后眼神火热无比 死死的盯着金家青年手中的玉瓶 若不是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简直就要动手抢过来了 突破神王四重啊 他差点跳起来 兴奋的老脸通红 神王静 想要突破 太难了 他修炼无尽岁月 耗尽了无数的宝物 才修炼到神王三重 但是 这已经是极限了 他明白 他这辈子 很可能要止步于此了 但是 金家青年的破王丹 能让他突破到神王四重 他如何能不兴奋 在秦天心域 只有兵破族和赤岩族有神王四重的存在 是秦天心域最强的两大种族 而他要是一突破到神王四重 立刻就能成为秦天心域无敌的存在 他的心 已经剧烈的跳动起来了 金家青年嘴角泛起一丝若隐若现的不屑 这种破王丹 在久绝天王府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会用 的确 破王丹能让人短时间突破一重修为 但是有个极大的弊端 那就是突破之后 以后休想继续突破 七生未来 换取现在突破一重 但凡天骄 谁会去用 但是给不灭剑宗宗主这样的人 倒是合适 金家 一人是家这些人很清楚陆明的实力 陆明带着一个金属生命 能杀神王三重的存在 若是就这样让不灭剑宗宗主这些人去杀陆明 肯定杀不了 但 若是让这些人突破到神王四重 那杀陆明 就有极大的把握了 拿着抓紧时间突破 金家青年 江玉平递给了不灭剑宗宗主 不灭剑宗宗主颤抖着接过 然后千恩万谢 不灭剑宗其他元老 都露出无比羡慕的表情 金家青年心里冷笑 他自然没有将陆明的真实实力 告诉不灭剑宗的人 告诉这些人了 这些人心里就有了巨异 到时出手就没有那么果断了 至于这些人会不会被陆明击杀 他才懒得管 在他眼中 这些人都是垃圾 死了就死了 与他合肝 只要能杀了陆明 这一次你们若是办得好 我金家不会亏待你们的 金家青年许下了一句空头承诺 然后离开了不灭剑宗 同一时间 无量圣地 一魔书院 还有赤岩族 都有青年降临 并且都赐下了破王班 让他们的修为突破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杀陆明 对于这些 陆明自然不知道 他在兵破族安静的等待起来 唯有多久 兵破族组长派去各大势力的人 就有了回应 同意了 而且说会竭尽全力 陆明听到后 微微一愣 不错 不管是赤岩族 还是不灭剑宗这些势力 他们都很干脆的答应 会派人一起灭杀岸兵族 夺回九绝神经 他们给的理由 是为了秦天心欲的安危 这真是奇怪了 我还以为 他们没那么爽快呢 兵破族组长皱眉 满是疑惑 管他们耍什么花招 并来降挡水来徒掩吧 或许 他们是真的为了秦天心欲的安危吧 若是九绝神经没有夺回来 千年之后 他们也要死 陆明道 陆明自然不相信 对方会答应的那么爽快 他估计 其中肯定有猫腻 但是 他有骨魔 他怕啥 但愿如此 我开始召集高手 前往万灵星会合 兵破族组长道 陆明点点头 然后离开了兵破族 返回空玄宗 兵贵神速 一个月后 秦天十三宗 还有赤岩族 兵破族的强者 规拒万灵星 可谓是高手如云 暗兵族的区域 你们兵破族熟悉 这一次 你们带路吧 赤岩族组长对兵破族组长道 兵破族组长点头 然后众多高手开始出发 他们开始乘坐传送阵 传送到距离兵破族不远的区域 然后纷纷乘坐星空战舰 向着暗兵破族隐符之地赶去 一搜搜星空战舰 滑破星空 绚烂夺目 不久之后 前面 一个星系出现在众人眼前 远远望去 这个星系极其奇怪 这个星系的恒星的光芒非常暗淡 好像都快熄灭了 但围绕恒星的一些行星 却一片雪白 远远望去 如一颗颗白色的珍珠 即便相隔很远 都仿佛有一股股可怕的寒气泥漫而来 这就是暗兵族隐符的地方 整个星系 都被暗兵族布下了杀阵 想要攻进去 并不简单 需要我们一起配合 兵破族族长道 那还等什么 杀吧 赤岩族族长道 好 先破阵 再杀进去 兵破族族长点点头 第3093章是如破竹 商议定了之后 众人离开星空战舰 以肉身横渡星空 向着暗兵族的居住的星系冲去 晶空之中 如一道道流星一般 冲向前方 这一次前来进攻暗兵族的 最差的都是天神镜的修为 横渡星空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迪席 迪席 开启大阵 他们一出现 就被暗兵族的人发现了 一声声大吼传出 顿时 那些雪白的星球上 浮现出缕缕符文 这些符文交织在一次 形成了一个各庞大的阵法 秋秋秋 接着 无尽的剑光 从那些星球上冲了出来 每一把战舰 都巨大无比 完全由寒冰组成 长达万里 威力极其惊人 哼 一个大阵 也想阻我等 给我灭 赤岩族族长冷喝 浑身如一轮太阳般耀眼 一掌拍出 便是十几道兵剑爆碎 同时 不灭剑宗宗主等人也都出手了 剑光冲天 破灭那些寒冰战剑 他们现在自然要出手 可以降低露明的戒备心 不过 他们并没有用出全力 碰碰 暗兵族大阵凝聚的兵剑 不断爆碎 面对秦天心域那么多势力的强者 暗兵族即便布下大阵 也不够看 很快 众人就冲到了星系之内 轰轰 秦天十三宗 赤岩族 兵破族 这些势力的神王加起来 和其多 这么多神王一起出手 威力惊天动地 一道道神光 轰向那些星球 轰轰轰 那些星球 好像爆发出了几十级大地震 每一道神光轰下 都能将星球炸裂一大块 山崩地裂 真正的山崩地裂 神王全力出手 真的能有毁灭一个星球的能量 更何况那么多神王 简直毁天灭地 大地崩碎 整个星球不断炸裂 明刻在星球上的大阵 自然也被破了 那些星球上 不断有惨叫声传出 那都是暗兵族的人 那些暗兵族 在神王的攻击下 身体纷纷炸裂 形神俱灭 暗兵族感到取久绝天王府的重宝 当面 格杀勿论 一道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众人一路破关 星系最外面的一些星球 很快就被攻破了 众人向着星系深处杀去 在星河距离恒星最近的地方 有一个星球最为巨大 那便是暗兵族的核心之地 赤如破族 很快 外围的所有星球 都被他们攻破 他们直接杀到了最核心的那个星球上 那里是暗兵族的核心老巢 杀 兵破族族长指着前方一片茫茫冰川大喝 前面 茫茫冰川 举目望去 一座座高达万丈的冰川比比皆是 占地面积浩瀚无垠 这里才是暗兵族的真正核心之地 暗兵族的许多高手都居住在这里 兵破族族长率领兵破族大量高手 杀向这片冰川 陆明和空玄宗的高手也杀向这里面 空 空 而此刻 吴茫冰川之中也爆发出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有些甚至达到了神王境 暗兵族的高手也全部出来了 兵破族的砸碎 杀 拼死一战 暗兵族的人怒吼 知道今日难以幸免 只能拼死一战 吴茫冰川之中冲出一道道身影 和兵破族 空玄宗的高手 杀在一起展开激烈的大战 而此时 赤岩族 不灭剑宗 一魔书院等势力的人 却放慢了速度 甚至停在后面 先让他们沙巴 最好两败俱伤 我们也准备一下吧 不灭剑宗宗主 一魔书院院长等人暗中交流 眼中闪烁屡屡杀机 最后停在远处 暗中布置起来 这些家伙 果然不靠谱 兵破族的人 也发现了那些人的举动 但是他们此刻和暗兵族厮杀在一起 也没有办法理会 果然有猫腻 陆明立于虚空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不灭剑宗等势力的举动 他自然看在眼里 这些人要是找死 我不介意一口吞了 陆明边上 一个黑袍大汉冷笑 这个黑袍大汉 自然是古魔所化的 不 不到万不得已 你不要出手 陆明道 古魔 可是他留的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能出手 庄方 厮杀再继续 不过陆明他们这边 完全占据上风 就算只有兵破族 空玄宗两大势力 他们的实力 也远在暗兵族之上 之前 他们有所顾忌 主要是顾忌对方部下的杀阵 现在杀阵一破 凭借真实实力 暗兵族自然不敌 特别是兵破族中 有一个老者 实力及其惊人 所过之处 无意和之敌 已经连杀对方六个神王了 陆明看得出来 这个老者 有神王四重的修为 应该是兵破族中作证的老祖 暗兵族 并没有神王四重的存在 最高 只有神王三重 暗兵族一个神王三重的强者 和兵破族组长大战的难解难分 但是 却无人能敌兵破族的老祖 他所向披靡 身形一闪 就能击杀对方一位高手 再加上其他高手辅助 场面呈现了一面倒 不久之后 就有大半的 冰破族高手被击杀了 安隐 你们赶到走 九爵天王府的宝物 真是胆大包天 将九爵神经交出来 冰破族组长冷喝 秋想 想要的 自己来拿 暗兵族组长冷笑 既然你要找死 老夫就成全你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冰破族老祖 杀向了暗兵族组长安隐 轰 冰破族老祖一掌轰下 无尽寒潮 化为恐怖的掌力 向着安隐轰去 安隐脸色大变 也竭尽全力轰出一掌 但是 神王四重的实力 根本不是神王三重能够抵挡的 一身轰鸣 安隐的身体横飞了出去 即便他修炼的是寒属性神力 身体上 也浮现出一层寒冰 差点将他冻结 他大口吐血 但鲜血一吐出 就化为了冰晶 冰破族老祖 如一头狂暴的雄狮 扑向安隐 前辈 留他一命 陆明及时出生 冰破族老祖长力稍微收了一些 但也将安隐击飞 一层冰层 彻底将他覆盖 让安隐难以动弹 第3094章开始动手 按冰族族长安隐 被冰破族老祖一掌冰封 一动也不能动 陆明身形一动 就落在安隐身旁 九绝神经在哪里 交出来 陆明冷声道 你们怎么知道九绝神经 在我按冰族手里的 安隐有些不甘的问道 哦 看来 你们幕后之人 没有通知你们已经曝光了吗 如此看来 你们已经被幕后之人抛弃了 陆明冷笑道 对方居然毫无防备 显然是先不知道他们已经曝光了 他们的幕后之人 没有通知他们 显然是舍弃了暗兵族 以保全自己 该死 安隐怒吼一声 也想通了这一点 怒火冲天 你们都已经被抛弃了 就不要藏着噎着了 说吧 你们的幕后之人是谁 是哪一个世家 陆明问 不知道 安隐摇头 不知道 呵呵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帮着隐瞒 他们都已经抛弃你们了 陆明目光一寒 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们每次和他们碰面的时候 他们都是裹着黑袍 在魔都山碰面 我只知道他们是九诀天王府的大势力 但具体是谁 不得而知 还有 九诀神经的确在我这里 就在我储物戒指中 拿去吧 希望你们放过我暗兵族那些修为低下之人 他们对你们没有威胁 安隐说完 常看一声 他知道自己今天肯定是活不了了 成王败寇 这一点他很明白 他只求暗兵族一些修为低下的人能活着 不至于被灭绝 陆明皱眉 看起来 暗兵族确实不知道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这一点 从幕后之人不通知暗兵族就可以推断出 若是暗兵族知道幕后之人是谁 那幕后之人 就不敢放任暗兵族被陆明他们杀了 就不怕暗兵族把他们供出去 由此可知 幕后之人很放心 因为知道暗兵族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陆明心里叹气 这一条线索又断了 难道幕后之人就这么难找出来 随后 陆明将安隐的储物戒指取下来 在储物戒指里面搜索起来 不久之后 陆明拿出了一个暗金色的小箱子 打开之后 里面有一颗金石 散发出惊人的能量 这就是九绝神经 九绝天王府的重宝 看着九绝神经 陆明眼中露出火热的光芒 这一颗九绝神经 绝对是难得的宝物 价值恐怕不比他当初得到的 那个恒星星河低 不过 这可是九绝天王府的重宝 他可不敢贪磨了 兵破族族长等人 自然更加不敢打九绝神经的注意 这可是烫手的山芋 一个弄不好 就有灭门之祸 就算再贵重 他们也只能看看 兵族长 这个储物戒指 还有暗兵族 就交给你们处置了 陆明将安寅的储物戒指 交给了兵破族组长 道 好 等结束之后 这一次的战利品 我们评分 兵破族组长一笑 收起储物戒指 然后冰冷的目光 扫向安寅 最后轰出一招 将安寅击杀 安寅 他肯定不会放过的 之后的战斗 自然没有丝毫悬灭 暗兵族几乎全灭 不过兵破族终究没有赶尽杀绝 按兵族一些修为低的人 他们并没有击杀 收拾了一番 空拳宗和兵破族双方会合 向着外面飞去 兵族长 等一下小心一些 陆明提醒了一句 兵破族族长目光一闪 他是聪明之人 自然知道陆明说的是什么意思 赤岩族三大霸主势力 还有一些顶级宗门 都没有跟过来 多半没安好心 他暗中吩咐下来 让兵破族的人 隐隐组成一个大阵 很快 他们就飞出了冰川之外 空 空 陆明他们一飞出来冰川之外 四面八方 就传来了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四面八方 出现无数道身影 将陆明他们团团围在中间 强大的气息 将他们牢牢锁定 这些人 自然是赤岩族 三大霸主势力这些宗门 你们要干什么 兵破族族长冷喝 很简单 将九觉神经交出来吧 还有 陆明 你自己自裁吧 不灭剑宗宗主走出一步 冷酷的声音 传遍四方 此言一出 空玄宗和兵破族上下 脸色狂变 特别是空玄宗上下 脸色更加难看 这些人 居然在这个时候针对陆明 你们真是好大的胃口啊 不仅仅想要九觉神经 还想要我的命 你不怕撑着自己 将自己撑死 陆明淡淡一笑道 脸色平静 没有丝毫担忧 这些人的举动 在他意料之中 哈哈哈哈 今日我们诸大事立齐聚 还怕你们能翻天不成 陆明 今日 你必死无疑 我劝你还是乖乖交出九觉神经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一魔书院院长冷笑道 他们若是拿着九觉神经到九觉天王府上交 肯定能得到赏赐 这个机会 他们自然也不会错过 这一次行动 可谓一举多得 陆明 不要相信他们 你就算答应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 冰魄族族长大吼一声 对方兴师动众 岂会轻易放过他们 哈哈哈哈 你们说的没错 今日 冰魄族 还有控玄宗 当面 赤岩族一个大汉大笑 此人是赤岩族族长 一起冲出去 此刻 冰魄族老祖怒和一声 气息爆发 就想要从其中一个方向冲出 出去 冰老鬼 你的对手是我 赤岩族方向 一个老者爆冲而出 浑身弥乱火焰 如一个太阳一般 杀向了冰魄族老祖 空 两人对轰了一招 惊天动地 天空震颤 半边天空化为了冰雪 半边天空化为了火焰 赤岩老鬼 冰魄族老祖怒吼一声 赤岩族 赤岩族这个出手之人 乃是赤岩族的老祖 也有神王四重的修为 赤岩族和冰魄族的老祖 都是神王四重的修为 所以两族才会争斗那么多年 都没有分出胜负 沙 赤岩族老祖大喝 冲沙向冰魄族老者 两大高手 激烈的大战在一起 第3095章一个不留 跟我一起冲出去 此刻 冰魄族族长大吼 想要带着冰魄族的人冲出去 但这时 一股强大而又炙热的气浪 向着冰魄族族长涌去 赤岩族族长出手了 他一拳轰出 一道滚烫的拳进 轰向冰魄族族长 冰魄族族长立合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把冰箭 一箭向着赤岩族族长的全径斩去 轰 冰箭斩在全径上 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轰 轰 冰箭剧烈的震颤起来 疯狂的震动 最后碰的一声 炸了开来 冰魄族族长也被一股恐怖的 力量机的狂退 身体砸在了一座冰川上 整座冰川都炸裂开来 冰魄族族长大口吐血 脸色惨白 神王四重 你突破神王四重了 怎么可能 冰魄族族长不可思议的大吼起来 他和赤岩族族长交手无尽岁月 彼此之根之底 赤岩族族长不管是天赋 还是实力 都和他相差不大 绝对不可能这么快突破神王四重 现在对方的修为 却是实实在在的神王四重 让他如何不震惊 什么 神王四重 天啊 赤岩族族长 突破神王四重了 冰魄族上下 无故脸色狂变 许多人脸色惨白 没有丝毫血色 以前 两族各有一个神王四重的存在 在尖端战力上 两族是相当的 只是整体实力 赤岩族要强一些 但是冰魄族还能抵挡 但是现在 赤岩族出现两个神王四重 尖端战力上 已经完全占据上风 天平已经倾斜 这对于冰魄族来说 是灭顶之灾 哈哈 我说了 冰魄族 今日当灭 赤岩族族长狂笑 肆意张扬 兴奋无比 特别是看到冰魄族 族长绝望的眼神 他心里就无比舒畅 放心 我不会那么早杀你 我会先杀掉陆明 再杀光你们冰魄族的人 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 哈哈 赤岩族族长张狂的大笑 你 冰魄族族长怒吼 怒急攻心之下 又一口鲜血突出 神王三重和神王四重相差太大了 刚才那一招 冰魄族族长已经遭到重创 先拿到九绝神经再说吧 陆明说吧 九绝神经是不是在你手里 一摩书院院长目光冰冷的望向陆明 不错 就在我手中 陆明一笑 手中出现了一个紫金的小箱子 拿起来晃了一晃 淡淡开口 他的脸色 至始至终 都很平静 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被陆明手中的小箱子吸引住了 院长 我去将九绝神经夺来 宗主 我去将九绝神经夺来 族长 这一刻 一摩书院 不灭剑宗 无量圣地 赤炎族 都有高手踏步而出 向着陆明冲去 他们都想将九绝神经拿到手中 哪一方拿到九绝神经 上交上去 得到的赏赐 肯定会多一些 这些势力 已经开始竞争了 四大势力 一共有八个高手 铺向陆明 全部都是半部神王的境的存在 至于神王境的存在 还没有出手 对付一个陆明 还不需要神王出手 圣子 月无雅等空玄宗的元老一经 就想要插手相助陆明 但是 一摩书院 不灭剑宗里面的神王境强者 气息牢牢锁定了他们 若是他们一动 就要遭到雷霆一击 你们不要出手 这些阿猫阿狗 奈何不了我 陆明淡淡开口 声音平静 却隐约充满了不屑 这话 传到几大势力的高手耳中 却让他们大怒 一个天神静的后背 蝼蚁一样的东西 找死 狂妄 我看你有什么本事狂妄 那些冲向陆明的半部神王强者 纷纷怒喝 各斩手段 各种攻击 向着陆明笼罩而去 八位半部神王一起出手 威力惊人 不要说一个天神静的晚辈 就算是一位真正的神王 都要慎重对待 但是 在陆明眼中 这些人 完全是不堪一击 神龙法相 陆明低语一声 施展出神龙法相诀 双手虚空一按 顿时 一声声龙银之声 响彻天地 一条条九爪神龙 先后凝聚而出 后 最早凝聚出来的一条九爪神龙 长笑一声 扑杀像一个速度最快的半部神王 龙爪挥出 就击溃了对方的攻击 然后在对方惊骇的眼神中 龙爪抓住了对方的身体 一捏之下 一声凄厉的惨叫传出 那个半部神王 被活活捏死 什么 许多人大惊 一个半部神王 居然这么轻易的就被击杀了 吼 这时 第二条九爪神龙 扑到了第二个人身前 和之前那个人一样 这个半部神王 也是不堪一击 被九爪神龙撕裂的身体 惨叫声传遍全场 不好 快退 退 剩下那六个扑杀向陆明的人 脸色狂变 差点吓破了胆 疯狂后退 剑在想退 可笑 陆明冷漠的声音响起 九爪神龙速度惊人无比 瞬息间 就冲到了那些人身后 展开了可怕的杀法 啊啊 连续又有几个被杀 这一幕 将现场的众人 震得一愣一愣的 一些认识陆明的人 更是满脸痴呆 陆明 一个后背而已 居然有这么强的战力 能轻易击杀半部神王 这种实力 也太可怕了 助手 该死 一魔书院 不灭剑宗内 纷纷传出一声怒吼 两道身影 暴冲而出 可怕的压力 铺天盖地 一般弥漫而出 神王 真正的神王出手了 两个神王一众的强者 两人冲向前去 想要阻止陆明 但是 他们依然慢了一步 等他们冲到的时候 那八个半部神王 已经一个不胜 全部被击杀了 啊 小子 我要将你剥皮抽筋 我要让你求死不能 两个神王咆哮 愤怒地冲向陆明 可怕的压力 压得虚空不断地震颤 几多人脸色大变 神王之危 恐怖如斯 陆明 月无雅等人 满是担忧 但是此刻 他们想要出手 却被对方的高手锁定了 一旦出手 恐怕就要面临一场混战 第3096章震动 神王 终于出手了吗 陆明淡淡开口 双手挥动 天空中 又一条九爪神龙出现 加上之前的八条九爪神龙 一共九条 九条九爪神龙 汇聚在一起 扑杀向两个神王 两个神王 也轰出可怕的一击 轰向九爪神龙 轰 轰 轰 天空中 传来剧烈的轰鸣 可怕的劲气 四散飞卷 转眼 就对轰了几十招 九条九爪神龙向后 退出几万米 但是 两个神王一中的高手 也被挡住了 这一幕 更是让许多人 瞪大了眼睛 陆明 居然连神王敬的强者 都能挡住 这是什么妖孽 这 空玄宗的高手 月乌雅等人 也是一连猛圈 显然 陆明的实力 也远远超乎他们的意料 实力 还不如暗夜魔王 陆明低语了一声 他刚才之所以 没有施展古神体 就是想试试对方的实力 他发现 这两个神王 虽然也是神王一中 但实力比暗夜魔王 都要差一筹 更不用说和金家 一人族的神王比了 同样的境界 金家 一人是家的神王 要比这强一截 陆明不化为古神体 都能挡住 该死 杀 两个神王剑没有拿下陆明 感觉丢了脸面 恼羞成怒 纷纷怒吼 再一次杀向陆明 不和你们玩了 此刻 陆明淡淡开口 然后他的身体 急剧的变大起来 吼 陆明直接化为了青甲骨神 喉咙中 传出一声咆哮 狂暴的气息 凝漫八方 震撼天地 轰 轰 陆明直接两拳轰了出去 两个如山包一般的全境 轰向那两个神王 虚空发出恐怖的呼啸声 恐怖的全境 压向两个神王 直接将他们的攻击破碎了 这事 不 两个神王 发出恐惧的尖叫 下一刻 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西瓜一般爆炸开来 形神俱灭 秒杀 两个神王 被入冥秒杀 时间和空间仿佛凝固了 这一刻 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当中 无数人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就连冰破族和赤岩族的老祖 都停下了大战 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这一刻 目铭成了所有人的忠心 汇聚了所有的目光 呲呲呲 过了片刻 现场才响起一片道西凉气的声音 天 天啊 我看到了什么 他杀了两个神王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一定是在做梦 他只是天神六众而已 怎么可能击杀神王 太疯狂了 此刻 不管是赤岩族 冰破族 还是秦天十三宗的强者 都惊骇莫名 新潮起伏 难以保持平静 天神六众杀神王 而是还是两个 而且还是秒杀 这简直不可思议 听都没听过 他 他 他 最震惊的 莫过于三大霸主 施力中的少数天骄了 这一次 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天神 静以上的修为 所以 各大势力中的一些 顶级天骄 也跟来了 如不灭剑宗神子 剑道无极 赤岩族最强天骄 赤岩魔松等人 甚至 连不灭剑宗的灵狐叶都在其中 但是这些人 完全猛圈了 惊骇的张大了嘴巴 显然难以平静 看来 我当年和他约战 是一个笑话 林胡叶苦笑 林胡叶 和陆明一样 同样出自暴乱星河 当初 他们一起参加 秦天十三宗的考核 最终 陆明取得第一 而林胡叶 取得了第二 当时 林胡叶 并不服气 认为他的天赋 并不比陆明差 并且和陆明约好 千年之后一战 这些年 他的修为也突飞猛进 并且已经掌控了圣品神力 以他的悟性 将来掌控神品神力 成为神子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本来意气风发 但此刻和陆明一比 他发现 他简直是坐井观天 和陆明相差太远了 完全没有可比性 现在的陆明 恐怕吹一口气 就能将他吹死 这个小子 一魔书院院长 不灭剑宗宗主等人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惊恐 陆明太恐怖了 这才多久 居然就成长到这一步了 再过一些年 岂不是他们都不是对手了 杀 今日 一动要杀了陆明 绝对不能让陆明活着 这是不灭剑宗宗主 一魔书院院长等人心里的共同想法 杀 神王二重以上的强者 一起出手 击杀陆明 不灭剑宗宗主 一魔书院院长等人 一起下达了命令 他们自己 暂时还没有打算出手 他们都得到了破王丹 一举破入了神王四重 不过 他们修为刚突破 还没有完全稳固 现在出手 对他们稳定根基不利 另外 他们想要隐瞒自己的修为 以后和其他势力争霸的时候 突然展露修为 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基大势力之主 都打着这个主意 所以先让属下出手 陆明就算在逆天 他们不相信 陆明还能是神王二重的对手 更何况 他们其中 还有神王三重的恐怖存在 这些人出手 就算十个陆明 也死定了 轰 轰 命令一下 各大实力中 就弥漫出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恐怖的威压 弥漫八方 让许多人身上 好像压着一座大山 各大实力中 都有可怕的强者踏步而出 这些人 修为最差的 都是神王二重 甚至有几个神王三重的 这可是几大实力压相抵的力量了 陆明的脸色 也凝重下来 面对这些高手 他的确不是对手 球球 陆明心面移动 手腕上的球球 开始蠕动起来 化为一副铠甲 将陆明笼罩在其中 来吧 陆明长笑一声 主动杀了出去 杀 杀 几个高手冷喝 神力暴动 向着陆明发起可怕的攻击 神王二重 比神王一重强出太多 即便战力比不上金家同等级的强者 单凭陆明自己 恐怕还是不敌 但是 加上球球 就不一样了 轰 陆明一拳轰出 拳头上 全是一道道粗大的闪电 一道道巨大的闪电 比人腰还粗 轰了出去 将两个神王二重的高手淹没 第3097章又何须逃 陆明一拳轰出 一道道巨大的闪电 将两个神王二重的强者淹没 这是球球散发出的闪电 威力何等恐怖 两个神王二重的强者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身体在闪电中直接化为飞灰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一幕 比刚才陆明鸟杀两个神王一重的存在还震撼 简直差点将人吓死 杀 陆明长笑 气势如虹 又是一拳轰出 又是几道闪电轰击而出 这一次 有一个神王三重的高手 被笼罩在其中 这个神王三重的强者 乃是一魔书院的一位古老的元老 活了漫长岁月 实力恐怖无比 但是此刻 他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他全力抵挡 发现根本挡不住闪电的攻击 他发出一声不甘的惨叫 一身防御全部被击溃 闪电重重的轰击在他身上 断绝了他的生机 这个神王三重的恐怖强者 被轰成了一具焦炭 飞了出去 简场 其他人都已经麻木了 而那些和陆明交手的强者 却差点吓死 退 退啊 他们狂吼 发疯一般狂退 陆明简直是妖魔 不可战胜的妖魔 就算是再强 也要被陆明吞噬 简再退 晚了 杀 陆明咆哮 杀向前去 陆明 你找死 此刻 一声愤怒无比的声音响起 然后一道剑光 斩破虚空 向着陆明暴斩而来 这道剑光 长达万丈 威势惊天动地 剑光出 天地颤 狂压陆明 这事 面对这一剑 陆明目光一鸣 故不得追杀其他人 全力对抗这一道剑光 轰 陆明全力轰出一拳 一下子 从他拳头中 蹦发出十几道闪电 十几道闪电 纠缠在一起 轰向了那道剑光 闪电和剑光重重的碰撞在一起 如两个星球相撞 爆发出滔天劲气 席卷爆发 吞噬一切 四周的人 全部狂退 害怕被卷进去 碰碰碰 接着 十几道闪电 一道接一道的崩溃开来 化为能量消失 而那道剑光 也在不断的震动 但终究威力更强 虽然威力在减弱 但始终没有崩溃 当闪电全部溃灭之后 剑光不停 继续展向露鸣 展在露鸣的拳头上 当一声剧烈的轰鸣响起 露鸣感觉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剑光中涌来 让露鸣身体狂震 连续后退了几千米 好强的力量 神王四重 露鸣深吸一口气 压向了体内翻涌的气血 剑光散去 空中 出现了一道身影 此人 乃是不灭剑宗的宗主 此刻 他目光及其森寒的丁卓陆鸣 恨不得将陆鸣于剑斩杀 他身上 有一道恐怖的剑光 直破云霄 高达十万丈 神王四重 你也突破到神王四重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兵破族组长不可思议的大吼起来 兼是赤岩族组长突破神王四重 现在 又是不灭剑宗组长的修为 也突破到神王四重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 神王四重 空玄宗 还有兵破族上下 全部大惊失色 不灭剑宗宗主 居然也突破到神王四重了 这样一来 对方就有三个神王四重了 这还怎么打 刚才由于露鸣大发神威 带来的兴奋之情 不翼而非 不错 就是神王四重 今天 你们翻不起风浪来 不灭剑宗宗主丁卓陆明 目光开合之间 都有一道道剑气迸发而出 陆明 我承认我小看你了 你不仅自身实力超出了我的想象 而且身上有一个强大的金属生命相助 但是 你今日的结局 已经注定 不可改变 不灭剑宗宗主接着到开口 语气森冷 刚才他出手 已经是出了陆明的战力 若是在他突破之前 恐怕不是陆明的对手 但是他现在突破到神王四重 有十足的把握 压制陆明 是吗 你的实力虽然很强 但想要杀我 恐怕还不够 陆明道 不灭剑宗宗主实力虽然强 但还没有一人是家的神王四重强 当初在九绝天王府 陆明也是穿着球球所化的铠甲 与一个神王四重的存在对了一招 那一次 陆明直接被击伤了 连球球所化的铠甲 都被打裂开了 而这一次 陆明只是被击退 气血翻涌而已 陆明说的没错 对方想要杀他 没那么容易 是吗 那加上本作呢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接着 一魔书院院长踏步而出 与不灭剑宗宗主并列 身上也爆发出一股恐怖惊天的气息 气息之强 丝毫不比不灭剑宗宗主弱 再加上本作 一魔书院院长刚出 无量圣地的圣主 也踏步而出 和不灭剑宗宗主 一魔书院院长成鸡脚之事 将目名为在中间 他的气息 同样恐怖无比 不在前面两人之下 神王四重 都是神王四重 不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都突破神王四重 兵破族 组长 不可思议的狂吼 他隐约觉得 今日 他们陷入了一个阴谋当中 剑场 其他人也震撼莫名 特别是那些顶级宗门的强者 脸色更加难看 三大霸主 势力之主的修为 全部突破到神王四重 这对于秦天心欲来说 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后 那些顶级势力 将没有一点办法和三大霸主势力对抗 就连赤炎族的强者 都皱起了眉头 以前 只有赤炎族和兵破族有神王四重的强者 现在 三大霸主势力都有这等存在 以后就多了很多变数了 空玄宗 兵破族上下 脸色惨白露出惊恐之色 这样一来 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今日 他们真的难逃一死了吗 陆明圣子 你有机会逃出去 一定要逃出去 你的天赋举世罕见 只要你逃出去 我们空玄宗 就有崛起的希望 月无牙暗中给陆明传音 以陆明刚才展露的实力来看 若是不顾他人 拼死突围 或许还能逃出去 我陆明 岂是那种不顾他人 独自逃生的人 陆明淡淡一笑 接着道 更何况 对付这些人 又何须逃 第三千零九十八章 击杀神王四重 不逃 月无牙一愣 难道 陆明还有底牌不成 看着陆明自信的表情 月无牙没有再说 你们的修为 不可能突然之间 在短时间内突破的 你们是服用了破王丹吧 陆明扫了不灭剑宗宗主三人一眼 淡淡开口 不灭剑宗宗主三人脸色微微一变 陆明 你管我们是怎么突破的 能杀你就行 一摩书院院长冷声道 呵呵 可笑 据我所知 破王丹虽然能够短时间内突破修为 但是 他的代价 却是提前耗尽了你们的潜力 让你们的修为 永远不能突破 陆明道 不灭剑宗宗主等人 脸色大变了几下 有些难看 破王丹有这个副作用 他们完全不知道 不过很快 他们就恢复了瓶颈 以他们的天赋 本来就很难突破了 可能一辈子困在神王三重 现在能够突破神王四重 也值了 就算以后再也不能突破 那也是秦天心玉霸主级别的强者 秦天心玉根本没有破王丹 说吧 谁给你们的破王丹 陆明大声问道 将死之人 废话真多 有些事 你没有资格知道 不灭剑宗宗主冷喝 气势狂暴 一股可怕的剑鸭 牢牢锁定陆明 陆明心里一笑 就算对方没有回答 他也能猜到 破王丹 多半是金家 一人是家的人给的 他们自己的高手不方便过来 越想让秦天心玉的势力 来杀陆明 打得倒是好算盘 来吧 单凭你们三人 恐怕还不够 赤岩族的 一起来吧 陆明的目光 望向了赤岩族组长 他要一举灭掉对方的中间战力 狂妄 不自量力 不灭剑宗宗主 一魔书院院长等人冷喝 直接出手了 一道见光 斩破天空 浩浩荡荡的杀向了陆明 同时 一魔书院院长一掌轰出 一只魔掌 覆盖方圆千里 向着陆明轰杀而去 两大秦天心域霸主及人物同时出手 实力惊天动地 在秦天心域 没有一人能够无视 抓 陆明施展出九天坤棚树 化为一只巨大的坤棚 向着一个方向冲去 讲走 给我留下 一魔书院院长冷喝 魔器涌动 他的那只魔掌 急剧变大 向着陆明笼罩而去 破 陆明低河一声 一拳轰出 从拳头上迸发出一道道闪电 闪电交织 轰向了魔掌 轰 闪电轰击在魔掌之上 魔掌剧烈的震动 最终被轰出一个缺口 陆明一冲而过 然后扶摇直上 冲上了星空 我说过 你们杀不了我 陆明一边飞行 一边大笑 追 不灭剑宗宗主大喝 化为一道剑光脊追而去 同时 一魔书院院长 还有无量圣地圣主 也狂追而去 今日 绝不能放走陆明 若是陆明不死 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 战力就会超过他们 另一边 誓言族族长脸色移动 然后冲天而起 也向着陆明杀去 他的想法 和其他人差不多 一定要杀了陆明 不能让陆明崛起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加入的围攻陆明的行列 卑鄙 月无牙 冰破族族长等人怒吓 赤言族族长 一魔书院院长这些一方霸主 居然联手对付一个后辈之人 简直是不要脸 但是他们又插不了手 只能干着急 终于一起出手了吗 没有人注意到 陆明嘴角 泛起一丝微笑 他要的 就是赤言族族长一起出手 他好一网打尽 他之前假装逃走 就是要吸引赤言族族长一起出手 陆明飞行的身形 猛然停了下来 陆明一停下来 一魔书院院长等人 马上就追上了 次大高手 团团将陆明围住 看你这下往哪里跑 一魔书院院长争名道 不要和他废话 一起出手 灭杀他 不灭剑宗宗主大喝 他说 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陆明这样一个晚辈 他心里很没底 恨不得 立刻将陆明击杀 他才放心 就等你们呢 陆明冷笑 手中飞出一座小塔 这座小塔 正是蓝商给他的阵王塔 阵王塔一飞出 就急剧变大起来 化为一座巨塔 散发出玄妙的波动 一下子将一魔书院院长 不灭剑宗宗主 无量圣地圣主 赤炎族族长一起笼罩进去 一被阵王塔笼罩 四大高手身上的神力 产生一阵波动 气息一下子衰弱了一大截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宝物 刺人惊恐的大吼起来 以他们的见识 根本没有见过阵王塔这种宝物 如阵王塔这种宝物 即便在秦天心域 也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大部分都只能对神王一众 神王二重 这种低级神王有影响 能对神王四重有影响的 就比较少了 这是蓝商亲手炼制的 杀 陆明抓住机会 第一个杀向一魔书院院长 吱吱吱 求求化为一件铠甲 他的力量 完全为陆明所用 陆明手掌虚握 无尽闪电弥漫 化为一杆闪电长枪 向着一魔书院院长 洞穿而去 一魔书院院长怒喝一声 竭尽全力轰出一招 但是 他的心和被阵王塔压制 调动神力的时候 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仓促之间 只能调动六七成的力量 轰出一掌 但是 一魔书院院长是靠破王丹强行突破的 而且刚突破不久 根基不稳 虽然有神王四重的修为 但是实力在神王四重中 是属于最弱的那一档次 根本挡不住陆明和求求 现在全力一击 轰 闪电长枪轰击在一魔书院院长的魔掌之上 直接击穿了魔掌 长枪不停 一闪而过 扑 长枪直接从一魔书院院长的眉心洞穿而过 一魔书院院长的身形 僵硬在那里 眼中露出惊恐以及不可思议 然后惨叫一声 他的身体直接炸裂开来 从他身体里面 迸发出无数道细小的闪电 一魔书院院长 陨落 目睹这一幕的人 差点没被吓死 一魔书院院长 秦天心欲一方霸主 居然就这么死了 被一个后被击杀 第3099章落下帷幕 杀 陆明击杀一魔书院院长后 没有丝毫犹豫 身形一晃 又杀向了不灭剑宗宗主 不好 不灭剑宗宗主脸色大变 身形击退 不敢与陆明正面碰撞 但是 在阵王塔的镇压下 他和一魔书院院长一样 实力大减 连速度 都慢了很多 而陆明 则丝毫不受影响 转瞬就临近不灭剑宗宗主 闪电长枪重新凝聚 一枪杀向了不灭剑宗宗主 给我挡住 不灭剑宗宗主大吼 全力斩出一剑 轰 闪电长枪 与不灭剑宗宗主的剑光轰击在一起 爆发出惊天轰鸣 这片天空 无穷的细小闪电和剑气 四处飞射 然后 不灭剑宗宗主的剑光 疯狂的震动起来 轰的一声 炸裂开来 闪电长枪不停 继续刺杀向不灭剑宗宗主 不灭剑宗嘶吼一声 疯狂的爆发剩余的力量 向着一边闪避 但是 他依然慢了一步 半边身体被击中 炸裂开来 不灭剑宗宗主受到了重创 疯狂后退 想要逃走 但是 陆明岂会让他逃走 嘶嘶嘶 陆明一拳挥出 一共有七道人妖粗细的闪电 轰向不灭剑宗宗主 一下子将他笼罩在其中 我不甘心啊 不灭剑宗宗主嘶吼一声 然后在闪电中 化为了飞灰 又一个霸主及人物被击杀 逃 逃 此刻 赤炎祖族长 还有无量圣地圣主 差点吓尿了 疯狂逃走 他们两人 分为两个方向逃 陆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向着赤炎祖族长追去 相对来说 他宁愿放走无量圣地圣主 也不愿意放过赤炎祖族长 阵王塔 始终笼罩在赤炎祖族长身上 如影随形 他根本逃不掉 很快就被陆明追上 而无量圣地圣主 则逃出了阵王塔笼罩的范围 无量圣地的人 跟我走 退 无量圣地圣主大吼 他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再也不敢和陆明作对 叫上无量圣地的人 疯狂地向着星系外面飞去 转眼消失无踪 走 我们也走 快退 一魔书院 不灭建宗两大宗门的人 看到他们的院长 宗主被杀 再无心留在这里 此刻纷纷逃窜 不要让他们逃了 杀 兵破族族长是个极其果断之人 岂会错过这个机会 大吼一声 杀向了两大宗门 无量圣地逃走 而一魔书院和不灭建宗 之前被陆明杀了不少高手 特别是仅存的几个神王三重的存在 都被陆明轰杀了 根本无人能够阻挡兵破族族长 而兵破族的其他高手 则杀向了赤岩族 一场混战 就此展开 兵破族族长无人能敌 几下子 就击杀了不灭建宗和一魔书院 几个神王境高手 而此刻 陆明也追上了赤岩族族长 老祖 救我 赤岩族族长惊恐的大吼 想要叫赤岩族老祖救他 但是 赤岩族老祖根本分不开身 因为兵破族 因为兵破族的老祖 正在拼命的对他发起进攻 两位老祖大战的难解难分 此罢 陆明追上赤岩族族长之后 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赤岩族族长的实力 也是服用破王班突破的 和一魔书院院长 不灭建宗宗主差不多 根本挡不住陆明的攻击 拼命坚持了两招 他同样被陆明击杀 一挥手 将赤岩族族长的储物戒指收起 陆明又杀向了赤岩族老祖 赤岩族老祖和兵破族老祖激烈的厮杀 看到陆明杀来 赤岩族老祖差点吓死 拼命的出手 想要逃走 但是兵破族老祖知道现在是击杀赤岩族老祖的最好时刻 几会让对方离开 兵破族老者拼着自己受伤 也死死的缠住了赤岩族老祖 在四方虚空之中 布下了无穷的冰山 阻挡赤岩族老祖 秋恋寒冰属性神力的 用来拦截 效果更佳 滚 给我滚开 赤岩族老祖不断咆哮 身体像是一个恒星一般 发起疯狂的进攻 想要破开重围逃走 一座座冰山暴碎开来 但立马 就有更多的冰山凝聚出来 翁 就在这时 陆鸣感到了 阵王塔散发璀璨的光辉 将赤岩族老祖笼罩 赤岩族老祖的气息 猛然衰弱下去 星河受到极大的压制 但是 冰破族老祖 却一点是也没有 冰破族老祖 岂会错过这个机会 凝聚出一把寒冰战舰 一展而出 轰 赤岩族老祖的半边身体 都受到了重创 都不用陆鸣出手 赤岩族老祖和冰破族老祖的实力本来相当 此刻受到了阵王塔压制 赤岩族老祖实力衰弱了很多 根本不是冰破族老祖的对手 一招重创 更加不敌 勉强抵挡了几招 就被冰破族老祖击杀了 至此 无量圣地逃走 赤岩族 不灭建宗 一摩书院三大势力的顶尖高手 也全部隐落 至于其他顶级宗门 早就逃之夭夭了 陆鸣他们也懒得去管 陆鸣小友 多谢了 冰破族老祖抱拳向陆鸣感谢 前辈无需客气 我们先解决不灭建宗 一摩书院这些势力吧 陆鸣道 好 冰破族老祖点头 然后杀向了赤岩族之中 赤岩族中 虽然还有一些高手 之前和冰破族厮杀 但是随着冰破族老者的加入 战况完全一面倒 赤岩族的强者 一个接一个 被冰破族老祖击杀 而陆鸣操控阵王塔 杀向了不灭建宗和一摩书院 不灭建宗和一摩书院的高手 本来就剩下不多了 之前被冰破族组长击杀了一些 留下的更少 这一战 几乎没有悬念 不久之后 几大势力的高手 几乎一一被猎杀 特别是神王晋以上的存在 被击杀一空 能逃走的寥寥无几 不过 天神晋的倒是逃走了一些 不过这几个势力的顶尖高手 被屠戮一空 已经算是名存实亡了 很快 就会被其他势力占据 从此以后 擒天心律的格局 将会发生今天变化 不久之后 这片地域 终于安静下来 一场厮杀 握下帷幕 第三千亿百张弹指杀敌 一场厮杀 握下帷幕 最终 以一魔书怨 不灭剑宗 赤岩族三大势力的高手 几乎全灭而结束 哈哈哈哈 兵破族族长痛快的大笑 他实在太畅快了 这一战 对兵破族的利益 太大了 不仅仅灭掉岸兵族 还几乎灭掉了赤岩族这个宿敌 等离开这里之后 他就可以率领大军 侵占赤岩族的疆域 从此以后 兵破族将会越来越强 恢复到以往的荣光 也不是不可能 兵破族其他人 也满是笑容 不仅仅是兵破族 空玄宗上下 也是如此 经过这一战 一魔书怨和不灭剑宗被灭 三大霸主势力 只剩下无量圣地 无量圣地的实力 虽然比以前更强了 但是空玄宗有露鸣 无量圣地多半只能乖乖投降 以后 擒天十三宗 将会以空玄宗为首 他们岂能不高兴 就在众人性高采烈 打扫战场的时候 陆明心里 却突然泛起一丝寒意 猛然抬头大喝 神问人 秋 陆明的话音刚落 天空之中 有一道漆黑的刀光 暴展而下 这一道刀光 快到了极点 展向的不是陆明 而是兵破族老祖 兵破族老祖脸色狂变 大吼一声 神力全面爆发 双手不断的推出 瞬间 就在头顶部下了几十重冰墙 但是 那道漆黑刀光斩下的时候 冰墙一道接一道崩碎开来 轻刻间 几十重冰墙 全部被展开 刀光不停 展向了兵破族老祖 扑吃 绝光乍现 兵破族老祖被斜劈为两半 还好 关键时刻 兵破族老祖避过了头颅要害 被批中的只是身体 但他依然遭到了重创 神王五重 兵破族老祖惊恐的大吼 他能感觉出来 刚才出手之人 乃是神王五重的存在 什么 神王五重 其他人也是大惊 空 空 空 这时 天空中 传出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一股股可怕的压力 向着他们压了下来 接着 一些黑袍人 出现在高空之中 陆明目光一扫 就发现 一共有18个黑袍人 分布八方 彼此拉开距离 每一个 都散发恐怖无比的气息 将现场所有人都锁定了 特别是锁定在陆明身上 每一个人 散发出的气息 都害人听闻 最差的 都不弱于兵破族老祖 最 差的 都是神王四重 兵破族老祖脸色惨白 没有丝毫血色 其他人同样惊骇欲绝 18个黑袍人 修为最差的 都是神王四重 其中有些 气息恐怖无比 比神王四重 都要强很多倍 那绝对是神王五重 或者神王五重以上的 这里 怎么会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强者 而且看起来 来者不善的样子 本来以为不用我们出手了 没想到 那些人那么废物 那么不堪一击 一个黑袍人冷漠开口 看不清他的样貌 但是能感觉到 他冰冷的目光 落在陆明身上 看样子 你们是来杀我的 陆明问道 你还有点小聪明 不错 不过也可以顺手 将这里的人 全部除掉 刚才说话的黑袍人道 充满的杀鸡 兵破族 空玄宗的人 脸色全部惨白 这些强者要杀他们 他们死定了 陆明虽然有阵王塔 但是怎么可能对付那么多高手 你们是谁派人的 金家 义人是家 不 不会 说到这里 陆明停顿了一下 眼睛一亮 道 你们是到走九角神经幕后的黑手派来的 那些黑袍人沉默 并没有说话 陆明知道 自己猜对了 金家和义人是家 秦家 都被武家盯着 绝对难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派这么多高手前来 那唯有一个可能 对方是到走九角神经的幕后黑手派来的 陆明不禁烦喜 说不定这一次 能够找到幕后黑手 到底是谁 不要和他们废话 出手 击杀他们 免得多声事端 另外一个黑袍人冷猛开口 然后一刀向着陆明斩了下来 这一刀 未能惊天动地 比之前斩向兵破祖老祖的那一刀 还强好几倍 此人的修为 很可能超越了神王五重 达到了神王六重 面对这样的强者 陆明根本起不了作用 相差太大了 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 陆明身边 还有古魔 古魔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甚至让无量圣地圣主逃走 都没有出手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古魔前辈 交给你了 陆明给古魔传音 终于要让我出手了吗 古魔黑黑一笑 然后出现在陆明身前 伸出一根手指一弹 轰 随着古魔手指一弹 空气剧烈的爆炸 一股恐怖到极点的进气 向着前方冲去 黑袍人展出的刀光 就像是指呼的一般 在可怕的进气下 分崩离析 然后 进气压向了那个黑袍人 啊 那个黑袍人 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在进气之下 化为飞灰 弹指击杀一个疑似神王六众的存在 静 剑场 一下子陷入死一般的安静当中 所有人 包括剩下的黑袍人 都愣愣的看着古魔 眼中 尽是不可思议 一个恐怖的高手 居然被古魔一弹指击杀了 这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好 对方有可怕的强者 快撤 一个黑袍人反应过来大吼 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 刚才那个被击杀的黑袍人 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神王六众强者 能够一弹指击杀一位神王六众的 这至少也是神王八众 甚至更高 面对这样的强者 就算他们人数再多 也是死路一条 这些黑袍人非常果断 身形闪动 就向着一个方向冲去 想要逃走 在我眼皮底下还想逃 可笑 古魔冷漠开口 然后张开嘴巴一吸 呼呼呼 顿时恐怖无比的吸引力 从古魔的嘴巴爆发而出 席卷苍穹 将那些黑袍人全部笼罩 那些黑袍人飞行的身形 直接将映住了 然后他们的身形到飞而回 向着古魔的嘴巴飞去